我们这堂课要特别来认识究竟什么叫属灵的五官 真的有属灵的五官吗 有属灵的眼睛吗 属灵的耳朵吗 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特别是欧利根教父 他引用西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教导属灵的五官 五菩萨的五官 好 找到我们一种来读第五章十四节 唯独 达身一点 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跳习练的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了 那我们特别注意在这里提到心跳 那心跳这个字 在King James Version的圣经翻的什么 我们中文翻的心跳 对不对 但是其实在人文这个心跳是什么意思 我们当中有没有King James Version的 翻的什么 太棒了 是指到Sensus 在原来的文字 King James Version 翻的比较准确 我们要操练 我们的这个的官能 Sensus 什么官能 属灵的五方面的官能 我们再看两段的经文 我们看官邻的后书 第四章十六节 我们放到前面 官邻的后书 第四章十六节 好 找到我们一章来 所以我们不上胆 外体虽然会坏 内心却一天 心是一天 那么新一本怎么翻这个内心 内心是什么 或者说英文圣经怎么翻这个内心 King James Version In the man 里面的人 或者说 有人翻着 解释为灵人 圣灵 重生了我们 若人在基督里 就是已过 一切都变成新的 究竟在我们里面 有什么是新的 什么 一个新的 灵的人 Spiritual man 圣灵在我们里面 做重生的工作 让我们的什么 灵魂苏醒 那个灵的生命 苏醒过来 活过来 让我们里面一个 灵的 生命 所以我们就可以确定了 一个得救的人 你有两种的生命 一个是什么 你没有得救之前 那个是什么 肉体的生命 肉体里面的思想情感意志 但是都被罪所败坏的 你与神的生命隔绝 所以你好像 想跟神祷告 好像祷告不通 被罪恶的拦阻 你想生过罪恶 但是好像生不过 没有办法 好像出黑暗 但是对信主的人 他不但有一个肉体的生命 原来的生命 天然的生命 他又加了一个什么 灵的生命 A spiritual entity A spiritual life 在他里面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类比了 你有肉体的生命 最有肉体的五官 对不对 同样灵的生命 也是一样的 否则 这个灵生命 是不算存在 假如这个灵生命是空白的 那怎么算灵生命 对不对 怎么算 里面的人 怎么算灵人 表示 假如真的是有一个灵的生命 它一定有灵的功能 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 肉体的功能 很多人透过这个肉体的五官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这个肉体的什么 视觉 还有什么 听觉 还有什么 嗅觉 味觉 触觉 同样的很奇妙 在我们的灵生命里面 其实 在这个心的生命 属灵的生命里面 这五方面 属灵的五官 神都给了我们 而且等一下 我们一样一样 从圣经里面找到证据 不过但是 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有一个灵的生命 有属灵的五官 更宝贵的 你这个肉体的生命 有一个肉体的悟性 头脑 对不对 同样 我们得救 在这个新造的人 神给我们一个什么 属灵的悟性 所以在圣经里面 叫这个叫news 或者叫做心窍 news 所以我们 读圣经也好 我们祷告也好 我们的灵命成长也好 我们对神的认识 我们的心意 能够更新的变化 在神话语里面 就是透过 我们这个属灵的悟性 要我们认识 要我们认识神 要我们能够心意 更新的变化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 究竟你得救之后 得到是什么 这个新造的人 这个属灵的生命 包括了是什么 不是一个空的口号 它有它的内容 你得这个属灵的悟性 你得这个新的心 你有个新的性情 本来要抵挡神的 现在与神和好 本来是个石头的心 现在得到一个肉心 本来你没有办法 感受到神的 好像祷告 祷告不通的 好像读经 没有任何的感动的 但是你现在能够 哇 真的是读经 很有感受 很有经历 甚至读到你 被神的爱浇灌 你流泪 你在那边真的是 认罪悔改 你发现 你整个的 属灵的五官 被开通了 完全跟以前不一样 所以同样的 我们的灵命的成长 我们的灵命的更新 我们需要认识 每一个的 属灵的五官 它的功能是什么 那么首先 我们先来认识 我们属灵的视觉 我们的 Spiritual sight Spiritual eye 我们一同翻到 一幅首书第一章 一幅首书 好 我们来看 第一章 十七节 到十八节 好 找到我们大声来读 十七十八 求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葬了世人 智慧和启示的灵 祥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 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 他的恩赵 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主中 得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到今天 为什么 大部分的弟兄姊妹 不爱神 不追求神 因为他们 没有看到 神在我们身上的恩赵 是何等指望 神在圣徒中 得的基业 是何等丰盛的荣耀 你是神 一个丰盛的一个基业 神在你身上的恩赵 有一个极大的盼望 但是这一切 都没有看见 没有看见 就没有知道 但是怎么才能看见 保罗怎么 为以赴福所的心都祷告 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表示我们 里面需要有一个什么 属灵的眼睛 要被打开 才能够真实地看见 知道他的恩赵 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 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只是哪里知道 头脑知道 不是真的求圣灵 那个智慧启示的圣灵 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好像我们真的在灵里面 看见了 真的看到他的国度的荣耀 他的丰富 能够藏着脸 看见神的荣光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常常 祷告 求什么 求圣灵 开你心里的眼睛 不但是求圣灵 只叫我们进入真理 更要求圣灵什么 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这是谁的祷告 保罗的祷告 所以很多人说 不应该向圣灵祷告 你看看 保罗在这里怎么说 他是求谁 跟谁求开心里的眼睛 求圣灵 那个诗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大部分的圣经是把这个 spirit是capital capital s 不是开我们里面的心灵 是 spirit 是求圣灵 能为诗人智慧和启示的圣灵 只有圣灵才能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所以要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我们可能得救了 已经有一个属灵的眼睛 就好像一个小婴孩出生了 但是他眼睛是蒙茶茶的 求圣灵来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我们已经有这种 ability the ability of seeing 但是好像我们心里的眼睛没有被打开 没有看见 没有看见就没有真知 你真的看见 你就知道了 别人跟你说 哇 这个耶路士东的风景有多美 你只是听 没有真正的去看 你才是不知道 所以 保罗求圣灵 开 地用什么心里的眼睛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 奇怪说 只能够天父祷告 只能跟耶稣祷告 很多人反对 求圣灵祷告 向圣灵祈求 特别 主耶稣 应许圣灵 两个重要的工作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跟十六章 提到圣灵主要是做什么 他的名字叫什么 他的名字叫保慧师 他的工作就是要做安慰的工作 Comforter Parakratos是他的名字 翻出来就是 Comforter 那么同样耶稣说 圣灵要指教你们 进入一切的真理 他不但是做医生 做Nurse 他是做心理咨询 安慰我们 他还做什么 不但是Comforter 还有另外一个title 老师 因为他要指教我们 进入一切的真理 所以当你读经 读到不明白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打电话问我 可以上课问我 会问别的牧师 但是其实你第一个要问谁 圣灵 圣灵啊 我这些圣经都读不懂 求你指教我进入一切的真理 圣灵是老师 也是保慧师 假如你心里面受到伤害 有难过 有难过 有忧虑 有重担 你要求谁安慰你啊 求圣灵 当然我们也可以求天父来安慰我们 也可以求主耶稣来安慰我们 但是其实圣灵的main job 就是做这个 他会做得最好 他的名字就是叫 安慰者 保慧师 所以同样的在这里保罗很清楚的 向圣灵祈求 求圣灵 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让我们真知道他 真知道他 然后我们再看 启示录第三章 描写到老底下教会的软弱 不能不热的光景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 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三章 我们读第三章的十七节到十八节 好一起来 你说我是父主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哪困苦 可怜贫穷 下眼赤身的 我劝你向我买佛链的金子 叫你父主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 擦你的眼镜 使你能看见 所以发现老底家的丁子妹 其中的一个毛病 其中的一个病是什么 看到吗 下眼病 当然这个下眼不是他肉体的眼镜 假如那边的丁子妹 每个肉体眼镜都下眼 都没办法做教会了 对不对 连聚会都找不到地方了 不是肉体的眼镜下 是什么 零你的眼镜下 然后耶稣给他们的药方 这个prescription 是什么 买眼药 擦他们的眼镜 所以很多人都解释 究竟这个眼药预表什么 那其中的一个解释 这个眼药是一种 是一种膏油 是预表谁啊 圣灵 要求圣灵 如同保罗求圣灵 开以父所丁子妹 心里的眼镜 让他们能够真知到主 看到主的恩赵 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 是何等丰盛的荣耀 他们就不会贪爱这个世界了 为什么老底家的信徒 他们会贪爱世界 因为他们的肉体的眼镜 只看了什么 这个发发碌碌的 美丽的这些世界 物质 金钱 财富 这个是很真实的 特别我们现在活在美国 很真实的 你有钱 你能够做多少的事情 对不对 你可以享受多好的环境 各方面 老底家的信徒 很可惜 只有肉体的眼镜看到 这个花花世界 但是他们零你的眼镜怎么 主耶稣是傻的 看不见 所以你叫他 不要贪爱这个世界 要追求主 他们听得懂吗 你今天跟教了好多的 兄姊妹跟他讲 他们没有办法听得懂的 为什么要追求主 他们没有看见 神的国度 神的荣耀 神的恩赵 神的丰富 神的慈爱 神的大能 看不见 除非什么 求圣灵 高摩他们的眼镜 高摩他们心里的眼镜 好像这个买眼药 这个Oilment 涂在他们 灵你的眼镜 所以这个Oilment 是预表圣灵的工作 求圣灵 真的附大家求圣灵 来开 心里的眼镜 才能够看见 但第三段经文 就是我们早上也读过了 过年多后书 三章十八节 正面的 提到我们可以什么 敞开什么 我们敞着脸 得以什么 看见 神的荣光 但这个看见 不是我们肉体的看见 我们肉体的眼镜 看不到神的荣光 但是什么 除去心里的趴指 懂吗 这是心里的看见 心里的眼镜 好 让我们可以 藏着脸 可以看见神的荣光 荣上加荣 仿佛从主的灵 所变成的 所以 从 这三节的圣经 给我们看到 我们 属灵的生命 是真实的 在里的里面 有个 属灵的 眼镜 有一双 属灵的眼镜 可以有 属灵的 视觉 那我们看 这个 旧约的 这个 以色节先知的 一个的 情况 我们翻到 以色节书 十一章 十一章 二十四节 好 我们一同来 读二十四节 一同来 灵 将我举起 在意象中 接着神的灵 将我带进 加勒底地 到 被掳的人 那里 我所 见的 意象 就 离我 上升 去了 在这里 特别注意 以色节 他 在 灵里面 在 意象 当中 被带到 加勒底 被掳的人 当中 看见 他们的 光景 很明显 不是他的 肉体 去到 加勒底 这只 被掳的人 当中 来自 在灵里面 在意象 当中 看见 所以你发现 这个看见 不是肉体 的看见 不是肉眼镜 的看见 来自什么 灵眼镜 的看见 因为他的 肉体 没有去到 加勒底 被掳的人 当中 但在 灵里面 的意象 当中 他看见 所以 在解释 以希杰 在灵里面 的眼睛 看见 所以我 早上都讲到 哇 神真的 恩待我 我在大学 毕业之前 真的是 破解的 祷告 神啊 要我 毕业之前 清楚 你的带领 要继续 读 电机的 硕士 还是要 出来做 电机的 工程师 还是要 做什么 我真的 感谢神 神通过 贴萨罗里的 前书 第五章 二十四节 复照我 照你们的是 信使的 他必要成就 这事 但是我还是 在神面前求 印证 我早上提过 都在一个 祷告会里面 我真的是 闭着眼睛 在祷告的 但是我真的 感谢神 我从来不知道 什么就看 异象 但就在 那次的 祷告会里面 我第一次 看到异象 四个图 很清楚 当中有些 同学会听 我这个见证 很清楚 第一个图 就看到 一个又黑又壮的房子 一阵大风来吹 整个房子就吹倒了 第二个图 第二个图 看那个又现代 又宏伟的建筑物 好像摸当大楼一样的 结果也是一阵风来 把整个大楼吹倒了 跟着第三个图 看那个金色的偶像 美丽的偶像 也是一阵风来 把他吹倒 三个图 都是倒的 但是看到 第四个图 我很清楚看到 我站在这个大楼的门口 好像要进去 而且很清楚地听到声音说 这个地方 充满神的荣耀跟恩典 你要进去 四个图 一看完之后 不是我肉体的眼镜 因为我当时很确定 我是闭着眼镜在祷告 所以是领你的看见 领你的眼睛看见 这种看见就好像 你做梦的时候 你做梦的时候 对不对 你的眼睛是闭上的 但是你看得清清楚楚的 太奇妙了 就是这样四个图画 马上神就要明白 第一个图画 那个又黑又脏的房子 是你的过去 就像这个又黑又脏的房子 是个罪人 圣灵像一阵风 把你的过去对付了 那第二个图画 我马上明白 是我未来的计划 那时候托福也考过了 准备要升进美国的大学 要读奠基硕士 好像你的未来的前途 像是一个摩登大楼 非常好像很宏伟 很有前途 但是圣灵像一阵风 把我未来的计划吹倒了 然后当时还没有认识师母 但是很喜欢一个女孩子 但她不太来教会的 神说是个偶像 所以神把我的过去 未来 现在的问题 一个一个对付了 吹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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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没有倒 感谢神 然后看到我站在这个大楼的门口 我要进去 我心里想 充满神的荣耀跟恩典 一定是神学院 因为我正在祷告 神会不会带领我读神学 这样我就问神 我说神啊 假如这个神学院 你要带我进去 这个大楼的神学院在哪里 我就问神啊 在香港呢 美国还是在哪里 在台湾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在台湾有一个神学院是大楼的 因为我去过台南神学院 在阳明山上面的 一层高的 没有人在高山上面盖大楼的 对不对 我也去过乡下台南神学院 也是在平地的是一层的 乡下 我就想 哪里有一个大楼的神学院 我真的是觉得 不可思议 但我问神 神啊 让我知道 这个神学院在哪里 结果我还记得 我第二天 骑着我的脚踏车 我要去那个医院 看一个老弟兄 他之前把他家里的钥匙给我 说叫我到他的家 在同安街 你住过台湾 可能会知道同安街 到他的家 帮他拿一些的衣服用品 结果我那天就开在这个同安 我没有先开到同安街 我就想 我走丁州路 一定会碰到同安街 但我从来没走过丁州路 开在丁州路上面 走着 走到一半 左边是三军种医院 你是台华的 你知道三军种医院 这边是台电大楼 然后三军种医院的对面 走我右手边 一栋大楼 写着中华福音审讯院 七层高大楼 而且那个时候 还没有完全的装修好 外面的猪肝 帕嘎 还没拆的 猪棚 国语 支架 还没有拆 里面的还没装修 但是呢 盖好了 七层大楼 说的中华福音审讯院 哇 那时候我真的是害怕 敬畏神 我昨天还问神 说这个大楼审讯院在哪里 我根本没有想到 第二天 走开我的脚踏车 站在这个大楼的门口 哇 我真的站在那边 我就祷告 我说神啊 我就完全的顺服 我毕业走要进到这个神学院 那时候很幼 很 真的像小孩很 单纯很幼稚 以为想进去就进去了 其实后来就知道 进这个神圈 南上加南 我告诉你 不是神保守 我根本进不去 我还记得那天 到华晨 他们考试 乐坛 当然他们也是 圣经考试 神学考试 中文阅读能力考试 其实都考过了 但是面试这一关 他们差不多弄了一个半小时 就是为我这个人 那时候林道亮 做代院长 代车针 做院长 也来了 要素文龙 他们好几个问我 问我 因为他们怎么会紧张呢 他想 怎么会有 那么年轻的人 有没有是一时否热 要来读神学 我是他们历届当中最年轻的 因为第一 在台湾的读完大学 要当兵的 先当完兵 才能够去读神学 读graduate school的 所以我没有当兵 所以我最年轻 又没有做完一天四 台大一毕业 马上就进来报考 所以我是 他们当中最年轻的 然后听我讲的国语 又是广东国语 那个时候还没有跟师母认识 所以国语有认识没结婚 他就讲的 就是不清不楚的 问我怎么蒙着 我看异象 是个图画 所以他们就很紧张了 这个年轻人又看异象 你有没有讲方言 我有 你有没有给他按手讲方言 我说这个我倒没有 所以他们好紧张 究竟这个是 这个有一些奇怪的 经历就跑来了 结果他们真的是交通 祷告 在祷告 真的是看到神的话 那招你们的是信使的 他必成就这事了 我被录取了 他们出来说 Gratulation 你被录取了 是他们华神历届当中 第一位最年轻的学生 又是他们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 又是讲方言 又是看异象 又是一毕业就马上跑来了 当时台大电机毕业是很好的 他们也看我的成绩单 我是电机工程考第一名的 考98分的 教授跟我说 你要不要毕业 跟我到亚拉伯盖发电厂 所以是好像很有前途的一个事情 怎么从人家放下一切 要去读神学 真的是神是信使的 其实我第一次经历到 真的神开了我灵你的眼睛 真的少年人看异象 老年人会做异梦 下堂课再跟你讲 我爸爸来到台湾 参加我的毕业店里 他反对的不得了 当我告诉他的时候 但是老年人做异梦 下次再讲 不要耽误我们 他一段课程的时间 太奇妙了 若不是神界的异象跟异梦 恐怕我真的是很难进入传道的道路 因为我真的是很爱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也很爱我 我是家里的独子 下面两个妹妹 真的是对我父亲来说 不是妄子成龙 最少妄子成为一个工程师 他觉得你为什么不要好好做几年工程师 有点社会的地位 影响力 然后再去传道不是更好吗 听起来也有道理 对不对 你既然那么年轻出来 你有什么影响力 有什么社会经验 真的是 若不是神透过异象异梦 我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感谢神 神会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我们再翻到 比如说前书第一章第八节 我们早上也读了这段经文 彼得经验到 彼得信什么 这会什么 又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 看到吗 这个荣光的大喜乐 这个荣光是在哪里看见的 在灵里面 灵里的眼睛看见的 那同样的这个大喜乐 是我们在灵里面的emotion 我们不但是有肉体的感情 我们有所谓的灵 灵里的spiritual feeling 我们觉得灵里面那种喜乐 那种平安 是在灵里面的一种的看见跟经历 所以同样的我们早上读到彼得后书 彼得提醒我们要等候 直到什么 成心在我们里面显现才是好的 你会发现很妙 成心不是在外面显现 是在哪里 在里面显现 表示是灵里面的眼睛 看见耶稣在我们里面显现 如同明亮的成心 好 那我们下面要学习 怎么样操练 我们灵里的眼睛更能够看见 所以我们一同来看诗篇 119篇18节 诗篇119篇 所以这个操练不是我们 好像就是在那边拼命的 努力的用我们灵里的眼睛去那边看 在那边东看西看 结果总是会看错了 我们要进到神的话里面 操练 灵里的看见 灵里的眼睛 我们一同来读诗篇 119篇 18节 好 我们一同来 求你开我的眼睛 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开我的什么 眼睛 灵里的眼睛 不是先看异象 这个是后期的 先要看什么 看神的画 看了神话 他与律法当中的奇妙 让神的画 变成你灵里的看见 灵里的图画 灵里的意象 用神的画 来进入 来进入 来操练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 来试试看 用神的话 来操练 我们灵里的看见 灵里的眼睛 好 我们来举个例子 路加福音 二十三章 我们从四十四节 读到四十七节 大家 我们读这段经文 跟你平常 不太一样的方法 不是单单 只用你肉体的眼睛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四十四节 不但是用你肉体的眼睛 不但是用你 属肉体的悟性 头脑去读 你用你的灵 求神用你灵里的眼睛 开你灵里的眼睛 来看这段的经文 好不好 我们慢慢来读 这段经文 我们一同来 那时月有五正 遍地都黑暗了 直到生出 肉头变黑了 殿里的慢子 从当中列为两半 耶稣大声喊着说 夫啊 我将我的灵魂 交在你手里 说了这话 气就断了 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 做归荣耀于神 这真是个义人 这个百夫长看见了 看见了 做归荣耀于神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 在灵里面 你看见了什么 你看见了什么 耶稣真是神的儿子 耶稣真是神的儿子 很好 但是实际的 这个百夫长在他 眼睛里面所看见的 要成为你灵里的看见 你灵里的眼睛 看到是什么 看到是什么 求圣灵把你带回 当时的现场 超越这个时间空间 你看到是什么 你看到是什么 还是只是你头脑 得到一些的资讯 而与 耶稣钉十字架 喊了一声 死掉 你在灵里面看到是什么 然后你应该看到 你真的感动到一个地步 你真的想哭起来 你心被暗感 但是很可惜 今天大部分的 基督读经 只是 头脑在读 灵里没有看见 求圣灵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我们能够看到 你看到是什么 蔡迪兄你看到是什么 假如你当时 灵里的眼睛 也看你灵里的耳朵 你听到是什么 看到是什么 你听到父啊 这句话 你听到了 父啊 赦免他们 看到是什么 很好 你看到 蔓子裂开了 我们都不要推理 我们只看到 蔓子裂开了 看到 偏地的黑暗 直到几点啊 深处是下午三点 可能从十二点 到三点 三个小时 你看到这些东西 这也是 白副长所看见的 所以 潮医看到了 所以你才会明白 为什么 白副长会说 真是 是个义人 天地 都在见证 但是最重要的 你看到的是什么 你感觉到的是什么 你看到 这个 遍地黑暗 黑漆的 假如你在当中 你看到这个 你感觉到什么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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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惧怕 哇 真的是 明明 刚才 大字头了 怎么 同样间 遍地黑暗 几个小时 害怕 还有呢 敬畏 很好 你也看到 也听到 曼子 裂为两半 一定是很大的声音 裂开 否则 没有这个 记载 还有 你看到什么 最重要的 忠心 你看到什么 看到了吗 耶稣 耶稣被刮在 石架上 他的血 一滴 一滴地 滴下来 从他的头 从这个经济冠冕 从头 从他的手 从他的脚 一直在流血 有没有看到 最后你看到什么 最后你看到什么 你最后听到 耶稣的祷告 耶稣大声地喊着 说福啊 我占我的灵魂 交在你手里 当耶稣讲完这句话 你听到这句话之后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 有没有看到 耶稣就断气了 怎么知道他断气呢 你看到什么 但是你看到什么 他的头整个垂下来 你看到耶稣 死去了 整个头 没有一点的力气 垂下来 耶稣为我们流血 舍命 他是爱我 为我设计 当你看到这样一个 荣耀的 真实的 感人的图画 你的反应是什么 你的反应是什么 这个百夫长的反应 他说其实真是个义人 因为天地都在为他做见证 那你的反应 你的反应 难过 痛苦的难过 难过 为什么难过 因为 因为他当时可能可以有种想法是 他真是神 神所拣选的 就是说 弥赛亚 可是呢 我们 把他定死在这个十字架上 因为他们还算不通 Amen 所以这个是 以色列人当时的一个难过 但是对你来说呢 你的难过是什么 你的感觉是什么 你的反应是什么 耶 他是那么的爱我 为我而死 他将他的灵魂 加在父的手中 他定在十字架上 为我流血 为我生命 所以假如我们弟兄姊妹 真的是 在灵里面的眼睛 看到 耶稣 定死架的 这个的荣耀 真实跟感动 难怪 保罗说 弱人不爱主 是什么 可做的 但是很多的弟兄姊妹 只是 接力知道 但是在灵里 没有看见 没有感动 所以我们 可以先借着神的话 来筹列 我们灵里的看见 你就在这样的一个的 圣灵话语的记载里面 圣灵把这个图画 重现在你灵里面 当你常常用这种方式来读经的话 你就很容易进入看异象 而且这个异象常常是跟神的话语配合的 不是一些稀稀怪怪的图画异象 常常这些异象 圣灵就是用一些圣经的情况背景 让你看到这个异象 你会进入服事 进入Prophetic Ministry 更宝贵的 写一些话语的看见 是让你更能够心被恩感 口上心和的赞美神 你读经发现 不再只是一个文字的记载 好像是在看一部彩色的电视 是用灵眼来读经的 不是用你的头脑来读经的 求神看我们心里的眼睛 看出他律法的奇妙 第二 有很多的经文说明到这个灵的耳朵 灵的听觉 最明显的经文就在哪里 我们看启示录第2章跟第3章 每一个的教会 主耶稣都跟他们说什么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我相信不只单单指到 这个肉体的耳朵 更是灵你的耳朵 特别到启示录第3章 讲到耶稣在我们心门外扣门 那很明显 这个心门外扣门的声音 绝对不是什么 我们肉体的耳朵听的 因为耶稣是个灵 对不对 当然他也是 荣耀扶获 荣耀的身体 所以很明显 这个扣门的声音是什么 灵你的耳朵 我们在灵里面 要听到耶稣扣门的声音 然后我们再看 在马太福音 13章 我们的讲义 有没有打错 应该是马太福音13章14节 上面写多少 是12章13节 马上打错的 好 我们放到马太福音13章 没有讲义啊 树林五官没有 可能没有跟安吉沟通好了 应该是有接下去 树林五官的 我想说 内在生活跟树林五官 要再下去 好 没关系 等一下我们休息的时候 补语一下 我们多做点脾气 马太福音12 13章 13章 十四节 好 我们一看来 在他们身上 正音乐 以赛亚的预言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 由我们的心 耳朵发尘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所以很明显 耶稣在描写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是心里面蒙了油 是心里的耳朵没有听见 心里的眼睛没有看见 不是他们肉体的耳朵 也不是他们肉体的眼睛 需要他们心里的眼睛被打开 心里的耳朵被打开 熟灵的耳朵 所以让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第十章 我们每一个熟主的羊 真的会听到 牧人的声音 我们放到约翰福音 第十章 第二节到第三节 好 找到我们一同来 第二节 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开门的奏给他开门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照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哇 太奇妙了 我们能够得救 能够进入神的羊圈 你发现 因着你有一个奇妙的经历 这个奇妙的经历是什么 在这里说 你会什么 你会听到牧人 爱的父神 我们每一个的得救见证 问什么另一位信主 真的是你在灵里面 听到主对你爱的父神 所以你才会进入他的羊圈 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 没有这样的听见 可能不是真的是重生得救 只是为了好处 进到教会里面 所以怪不得 耶稣说在神的国度里面 有麦子 也有什么 带子 没有生命的是假的 所以非常的小心 那我们再看 保罗的经历 十字形传二十二章 十字形传二十二章 第八节到第九节 描写保罗在大马社的路上 主向的显现 那第八节我们一同来 我回答说 主啊 你是谁 他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拉人 耶稣 与我同行的人 看见了那光 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 那表示 扫罗所以听见 别人却没有听见 表示是什么 是扫罗在灵里面的 他灵里的耳朵被主打开了 所以他听见 别人没听见 听得清清楚楚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拉人 耶稣 所以感谢神 保罗所以信主 他在灵里面 听见主 听见主的声音 那同样 保罗在灵后十二章 也描写 他听到神隐秘的言语 我们放到灵后十二章 好 一同来看第四节 第四节 好 一同来 他被提到若远里 听见隐秘的言语 是人不可说的 这个听见 绝对不是肉体的听见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怎么描写他 他被提了 他肉体 含在那个地上的 是真正的灵里的被提 Rapture 他的身体可能躺在地上 没有知觉 所以这个听见 很明显就是灵里的 一个听见 听到这个隐秘的言语 然后主耶稣在 约翰福音的六章六十三节 也描写到 他要对我们说话 他向我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圣灵 真正的 Rima 我们灵里的耳朵 听见的 我们就受感 所以同样的 我们要操练 我们熟灵的 听觉 要进到神的话里面 我们放到诗篇 一百四十三篇 143 诗篇一百四十三篇 第八节 好 我们一同来 求你使我清晨 得听你慈爱之言 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面 听到神 对我们所说的 慈爱之言 所以要我们 用一段经文 来操练 灵里的听见 或灵里的看见 我们一同 我们一同 用瘤痕敷烟 的八章 的八章 瘤痕敷烟 好 我们一同来看 第八章的第二节 到十一节 不单求神 开你心里的眼睛 也开你心里的耳朵 看你听到些什么 很注意 听到些什么 一同来 第二节 清早 又回到殿里 众百姓 都到他哪里去 他就坐下 教训他们 文士和法利赛人 带着一个 行淫石 被拿的妇人来 叫他站在当中 就对耶稣说 夫子 这妇人是正行淫之石 被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 吩咐我们 把这样的妇人 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把她 怎么样呢 他们说这话 来试探耶稣 要得着告她的把柄 耶稣却弯着腰 用指头在地上画纸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 耶稣就直起要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于是又弯着腰 用指头在地上画纸 他们听见解释话 就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地读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人 含有那妇人 仍然站在当中 耶稣就直起要来 对她说 妇人 哪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她说 主啊 没有 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 不要再犯罪了 所以当你读这段圣经 通常我们都是理性的来读的 一定会问两个理性的问题 第一个理性的问题 你会问什么 我们都是习惯的 读经都是理性读经 这个也没有错 但是不够的 假如我们照着原来的方式 读这段经文 一定会问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样一个事件 是对耶稣的试探 是要试探耶稣 要耶稣定罪 为什么是对耶稣是个试探 对不对 我们的理性很聪明 马上就会解答了 为什么对耶稣是个试探 我们就知道了 讲来听听 来Vicky讲来听听 为什么这个是一个试探 因为他不答死他的话 就觉得好像违反那个律法 他自己也说 按着摩西律法 该死的 还是要守 那可是 不定他的罪 就违反了摩西律法 但是定他的罪 就违反了什么律法 罗马的律法 犹太人没有生死权的 他们是殖民地 所以耶稣说是 或者不是都 也麻烦的 假如他说 不能把他打死 他就出弄当时的 文士法律杀人 反对了摩西律法 但假如他说 要定他死罪 他就出动了什么 罗马的律法 他也要作戒了 这个真的是很厉害的 事态 左右都不行 所以将来我们在教会里面 师父我们要注意 有些事情千万千万 拜托 有些事情很难的 不要发表意见 你发表这个意见也不对 那个意见也不对 因为教会里面有两帮人 你一发表意见 教会就分裂 一发表意见 大家就来供礼 有些事情不能讲 你都好好讲神的话 讲圣经 究竟这个教会建堂 要分两排遗址 两个 这个colon 还是三个colon 我告诉你 真实的 就在我们湾区 先后这些 就有一个教会 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教会分裂 因为进行会 大家都发表意见 当牧师说要三排 有一批是两排的 他们就受不了 觉得这个不好 太麻烦 太复杂 不好看 真的 我们需要有耶稣的智慧 有些事情不能说 你就好好教导神的话 讲圣经 曾经 有位牧师 他来到万全幕会 他就来找我 他说王牧师 你在这个教会牧养很多年 你知道这个教会的一些情况 我对这个事情 就是看得不顺眼 怎么长老 可是可以终身的 我正是觉得 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 我就劝他 我说 弟兄 你来到这个教会 你就单单讲神的话 就是 传福音 造就门徒 把教会 人数增加 专心 祈祷 传道 你不要去碰这个 意识 我在这个教会 三年多 我也不碰这个意识 别人问 我也不发表意见 我也不发表意见 但是很可惜 这个牧师 他没有听我劝 他就是要发表意见 就是一定要 硬着冲着一个问题 到最后教会分裂 他自己也离开 很好的一个教会 我不要提名字 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的智慧 但是这个不重要 更重要的 我们要 见到当时的情境 究竟你看到的是什么 听到的是什么 好 让你明白 为什么耶稣 弯腰在地上写字 写了一段时候 又后起来 又写字 你在灵里面 有没有看到耶稣写些什么字 我们真的要求圣灵 给我们异象 所以很多人都在问 究竟耶稣写什么字 这个叫圣灵启示 有人说 可能耶稣写这个 爱之 可能耶稣写mercy 怜悯 写hazard 神的慈爱 这个 还不是重点 重点的 当你进入当时的情境 你看到的是什么 听到的是什么 你就会有答案 你就明白 为什么耶稣 弯着腰在地上写字 那么奇怪 耶稣从来没有一个动作 是这样的 但是只有在那个情境 耶稣弯着腰 不讲一句话 在里面写字 为什么 当你进到那个情境 首先你听到的是什么 你要听 听到的是什么 你不听 你就不会有答案 你听到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 说要打死他 你就说不行不行 所以你听到什么 很吵杂的声音 在那边议论 甚至在那边攻击 轻视 怎么可以你这个淫妇 他也可能说 太不公平 怎么抓奸 只抓一个 懒得跑哪里去 对不对 很多的声音 那当你听到 那么多声音的时候 你就开始明白 为什么耶稣 万一要来写字 其实他写什么字 已经不是重点 耶稣这个动作 你都发现 目的是什么 看到了吗 听到了吗 重点是什么 耶稣不说一句话 用他的身体语言 body language 真的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 处理一些关系 无声声有声 当一个人 很忧伤痛苦的时候 你不要跟他讲太多话 你就用你的手拍拍他 巴掌他 give him a hug 就够了 耶稣是很能够教训的 前面明明讲到耶稣教训 对不对 但是后面耶稣一句话都不讲 目的是什么 用他的肢体语言 让大家能够安静下来 calm down 教会要平静风浪 千万不要发表意见 越发表意见 越多风浪 我告诉你 你就是祷告 一句话不要说 耶稣安静地 在地上写字 大家都知道吗 最近会神在看了 懂吗 本来是用嘴巴的 现在开始是什么 用眼睛了 然后很多声音的 现在没有声音了 要看耶稣在做什么 耶稣就在里面 安静地写字 目的是其实让大家都安静下来 你要大家安静 不要吵 可能越吵 有些事情不是你话可以解决 你话越表达 越多声音 当耶稣安静下来 在地上写字 大家都安静了 为什么耶稣要大家安静下来 看到了吗 耶稣马上要问一个非常深入的 要他们自我反省的问题 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 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哇 这句话真的进到他们的心里面 在安静当中 他们就怎么 一个一个反省 从老到小出去了 这个秩序太有意思了 老人犯罪多嘛 所以第一个跑 对不对 小的还想一想 还是要跑 但是只剩下谁啊 太妙了 谁没有犯罪啊 只有耶稣 耶稣没有走 所以假如你是这个夫人的话 你的心情是如何 可能还是很害怕 因为还剩下一个人 耶稣可以拿起石头 打他 定他的罪 但是最后耶稣跟他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假如你是那个妇人 你听到这句话 你感觉到什么 你真的是感谢 感恩 感动 耶稣不定我的罪 但是耶稣最后讲一句话 从此不要再犯罪 很可惜的 今天大部分基督 只了解前面一句话 我赦免你的罪 我不定你的罪 但是没有听到第二句话 从此不要再犯罪 而且往往 我们很多基督 以神的赦免作为一个恩典 可以不断地犯罪 反正耶稣的恩典永远赦免 但他没有听到耶稣 是要我们从此不要再犯罪 所以假如你是这个妇人 你的心情 你的感觉 是什么 除了感恩 感动 还有什么 还有行动 从此我真的不要再犯罪 你们 所以你发现 这段经文 当你整个的灵投进去 当你的灵耳被打开 你的灵眼看见 而且读经不是为别人读的 不是为这个行淫的妇人读的 是为自己读的 你投身进去 成为这个的罪人 你就真正能够心被恩赶 口丈性的赞美神 但是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听到是为别人听的 读经 也是为别人读的 只是读到这个妇人是个罪人 她被赦免了 耶稣就说 以后不要犯罪 其实不是针对她 是针对谁啊 是针对你在说话 我就是那个妇人 我就是那个罪人 但是耶稣赦免我们的罪 Amen 那你读经 你就会带来一个生命的transformation 你就读到这句话 以后不要再犯罪 好 我们已经过了一些时间 我们就停下来休息一下 有没有知道到一点秘诀 为什么读经会读到亮光 就 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